1500 年前,儒凱兩兄弟在雲豹的陸下,從東方來到西岡,海拔950公尺了,就好茶落下。 從此之後,好茶部落成雲豹的故鄉。於1978年,部落清移至新好茶之後,仍然覺得海是在雲豹的故鄉,因為新好茶仍然是在雲豹故鄉的範圍之內。 2009年,八八風災原末新好茶,部落又遷到里那里永久屋。 然而,風災是通灣迎抱的故鄉的古道,流產春淡。 但族人們仍然克服困難,很努力地修復通往回家的路。 我們在怎麼老累,當想到以後的小朋友,帶著心靈回家,要向祖先學習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動力和目的,也是我們最大的幸福的最大的安慰。 2010年秋天的開始,在台大真相基金會的支持下。 設計、發張、協會、召集部落人力,投入貪刊、修錄、影像和文字紀錄等工作。 雖然修復古道是起危險又漫長,但卻也在故城中傳承回家的精神文化。 讓這條文化的期待,明夠演習下去。 這一次啊,既然好茶正在推動一個莫拉克災害的一個二級古蹟的搶修,這個維修的一個計劃。 那就結合著,我們有一些年輕族人呢,要上山。 那順便這條路,也是藉著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個人力的統籌應用,一次把這個古道呢,把它修好。 這樣我們才有一個比較安全,而且是很熟悉的一個回家的路途。 這一次我們寧定這樣的一個計劃。 最古老的就是籌奏這個修錄的經費。 雖然有許多年輕人,這夠分有犧牲自己的勞力、時間,願意去享受自己的道路。 但是基於設施的一些器材呢,都必須要從外面買進來。 再加上因為這個貪方的路段呢,幾乎是岩壁。 也必須要用這個電動的一些機械,才能夠達到那個所謂的安全的標準。 這個城鄉基金會啊,得知這樣一個訊息。 他們很樂意的參與,並支助我們所需要的經費。 讓我們這樣一個計劃呢,都非常非常的順利。 這個城鄉基金會。 部落人其實還蠻想要常回來,就好查這邊。 就來想辦法說來把這個路修好這樣子。 就希望是以部落智慧為主。 因為部落的人,他們對於自己的指導啊,就是很熟悉嘛。 那他們其實以前都會常常走來的時候,就是隨手修復一下。 那我們希望就是以部落的觀點,然後他們自己傳統上修復的那些觀念來,就是這些。 那有時候,我們跟秋棒三個人,一直在尋找。 因為這個六年的時間,尤其是後期的三年。 從0813,然後再到88峰再。 不管是日本時代開的古道也好,或者是原來的古道。 或者是從紅橘木下方切入上去。 我們都在尋找。 但是,就是找不到一個可以說讓我們比較很舒服的能夠可以回家。 所以尋找了那麼多條路。 所以一直到最後在做決定的時候, 我們還是決定從原來的古道。 看看是不是慢慢的可以把這些煙馬敲進。 這個沿路也是很多我們的族人的田地, 一直往外開發。 那之後我們下山,搬下去的時候也是往這個方向再走。 所以那個路就是已經成為我們整個部落的一個, 雖然四通八達,可是覺得好像大門口就在那裡。 你會覺得那個,原來這條路的價值其實不輸這個部落。 它是也非常有價值存在性的。 然後我再修的時候, 然後我再看我們自己也在修。 雖然那個工資非常的微薄, 然後危險性又高。 然後,可是為什麼他們願意來修? 那個動力是哪裡? 是出自於哪裡? 你會看到是自己族人對自己部落的那個用心啊。 跟自己對自己的認同。 認同度早就已經超越那個金錢的那個價值。 他們是為了要保存這些東西, 找了這些文化啊。 終究還是會為了傳承。 如果這條路不修了, 其實就好查, 以後就沒有了。 沒有路就不會上來了。 就算我們修一個安全的, 妥當的道路, 還會有努力繼續回來, 可以走上回家的路這樣。 所以, 不管怎樣都是有價值。 那個不夠力要, 你幫忙就幫忙。 不夠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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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力要。 那個, 那個, 最困難的是那個啊。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油炎壁那個休息器。 對啊。 對,那個鐵架那個。 這個做得很堅固。 我看你那時候, 他很飛那個。 我先放那個木條, 進來, 很慘的木條, 木條先放, 才能站在那個地方。 好恐怖喔。 我以為姐姐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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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努力地工作 然後大家真的很累 真的是很累 尤其是在那個快到洞海那邊 那邊都要疊啊 有時候要打那個肝啊 有時候自己上去自己拿鐵球又下來 上上下下這樣 因為缺人 有時候忘了東西又要回到公寮 不能叫瑞珍啊 瑞珍在煮飯已經夠滿了 還要跟下面的人聯絡啊 又要跑到收心的地方 但有時候會去下去買菜呢 瑞珍呢 對啊 你看又當廚師又是 可以背乾淨 對 我了不起齁 這樣子背成了 背十根 八百根的乾淨 你想那個人力要運輸多少 我們是從哪裡 不是從新好長 從那個啦 我們跟老陸路開始搬的 從那個以前的牆 是啊 對啊 所以 所以 我看喔 我們這幾個人啊 我老公啊 阿米啊 還有黃銘啊 文賢啊 陳國輝啊 張有益啊 郭君張有益啊 高靜德啊 杜一雄啊 我們這七個人 其實這七個 這其中的三個人喔 就是比我們年長的人 杜一雄高靜的張有益 他們是 我們剛去的時候 當然就是 背一些物資啊 還有一些 法定機啊 法定機啊 還有 之類的 那背在 背乾淨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殘忍 那就剩下我們四個人 在做運輸跟 工作的那段時間 然後我們一直坐坐坐到 第二水營那邊 我們紮營的地方 我的心裡也會閒在那裡 因為危險的路段 這一不小心就不見了 對 所以將近要兩個月的那段時間 我心裡都是糾結著 然後我又要顧慮到 他們要吃的 要喝的 所以有時候姐姐是 從第二水營那裡 下傷來回補給 我不能把這個 這種補給食物的工作量 再給予他們 所以我不僅是說 在那裡幫他們煮飯之外 我還簽作食物 食物運輸 然後在公寮煮飯之後 我不能等他們來吃啊 我中午還是要 背我煮的東西 到他們工作的地方 每天都還是這樣 那裡 每天都要開始 還有我們以前小師 也是跟他們聊天 一ground 跟日本人的大廈 不一場 一天為霧 在那里 小米九叔姐興起 一面望著漫天 心心疑問著祖先說 你們應該是知道我們的孤寂 我要带着孩子回家 但不知道路要从哪里 在一世世星星照耀下来的油光里 情不知情地掉下泪水 还好孩子们并没有看到我那么软弱 对啊 其实舅舅从以前给我们的观念 就是在教育我们两个人 学习祖先的 学习祖先的智慧之外 还有他们的用心 所以一路这十几年来 一路下来我们两个人也习惯了 也习惯了他给我们的这种 属于部落的文化伦理的教育 什么都不需要靠着别人 就自己来 哪边路段哪边桥段 或是怎样 能够自己做维修就维修 我们永远带着十字架 我们两个 是我们已经好几天了 累积了大概即将十几天的 十天左右的光景 那虽然是看来从圆圆看是不可能 可是上来的时候是可以啊 鼓起勇气 一定要把它突破 其实是晚上夜里或者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总是在这里 但今天实地在断崖中 在开路 然后好像石头又坚硬 但又软弱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们离家里越来越近 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们在怎么劳累 所以我们总是想到以后的小朋友 当他们把心理带回去 要去向祖先学习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就是他的动机 也是我们这样辛苦 是最大的安慰 看着剩下的四位孩子 是在最危险的地方修路 孩子们 我知道你们是孤独 你们的孤独是来自于 你们感冒别人所不当冒险的事 也来自于你们默默的奉献 竹人的一个心 想要开这条路 才会开得成 想要回家 那个路根本是没有办法 开得这么漂亮 这么完美这样子去做 因为我常常觉得 我们修那个古道是 其实可以避路在台湾的 十大的建设工程 我们在这里 在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們一起一起來從這邊到藥茶 制服 我們也有帽子 也有制服 也有空手水 有饅頭 巴掌 所以這個時間我們是先來發佈這個物品 來人 先禮那個早餐 發佈水災帶著我們回家的物品 也帶著我們的部落還有我們的一切 生下的只剩腦海裡的物品 發佈水災早已引起 而水流依然在下面 讓我們透露的安心於內地 將永不止息的物品 修好露之後 希望帶孩子們回家 讓祖先們日夜守望的山領而穿成為真正的教育空間 讓有山有水的地方 在孩子們的心田上開始播種 有關生命如何與生態共融與生存的理念 而重要的是 我們如何製造機會 讓孩子們踏上虧途 讓孩子們踏上虧途 只有在內心誠懇的祈禱 念祖先永恆的光芒照耀 使夢能成真 我來了 這樣整形看有點累 帶有精神一點 好啊 好 不錯 不錯 對面 對 對 對 前面有法王啊 馬家啊 白魯斯啊 普悠瑪啊 那邊的話就把他流魯啊 馬兒啊 他們一看這裡就看得很明顯了 你看 而且剛好有個分感 以前在建好茶的時候 有人要單兵 或是出外去工作 都會 整個部落的人 都是他的家人 都會來這裡說 management 感謝我們的上帝 有我們的主子 我们有这个那么好的文化 因为我们的儒凯的文化是比较特别 比较特殊 到哪里都会高过人家 都会超越 因为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的 我们其成 他们的好是我们接纳 他们的我们的祖先的不好 我们就六下不接纳 就是这样 所以再怎么讲 我们到哪里我们好差的 就是好差的 再怎么讲 我们都是好差的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 我们祖先的一个祝福 给我们的祖先送 就是那么的特别 所以我们生日都要欣赏感恩 说当着这个扫墓节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三十年当中 我们这边的祖先几乎被忘 但是当想着我们只有祖里面的人 细细落落来到这里 扫墓的时候相当的让人患酸 我们几乎遗忘了这边 我们一直想把它忘救 然后希望能够有或多或少的年轻人 利用这个空间 利用这个生态背景 利用这个废墟啊 能够从中历史感觉到历史的重要意义 甚至是这个空间呢 虽然三十年已经没有人住 可是弥漫着祖先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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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长地久 仍凭太苦死了 一点也不能要从我的心里 一点也不能要从我的心里 我家弥漫着祖先的气息 死掉了 可是一直住立着 那边啊 那个 张家班的张家班的 你们即将经过的是叔叔的家哦 对不知道 跳舞场 你们先跳舞跳三圈 嘿嘿嘿 没了呢 幸福拜拜 做得那么好 二十多月了 对呀 我可能那个九点 你看我这边去给他饭 拿一大哥这个 这个 不情是为了我 也为了家人 我从事指望 亲自孩子弄回家 这不仅是带他们 进入原始人文气息 认识圣代环境 轻而认识自己 我为什么存在 而我对我的孩子 有责任告诉他 他从何处来 并且放逐他如何 将自己的灵魂定位 我总是指望将来的孩子 就像大观就挥舞 于旷波的无垠的天海 但也不是大 身体 我说啊 我们再申请一个五六十万 再修补一下嘛 我们再来一次吧 然后就更好 哪有那么厉害 五六十万可以修这种 别人都做不了 别人 不会愿意得标 这个工作 你走了以后呢 你会放心 是不是 对 来 山山下下 你会放心 是 你也是贴近 贴近你的土地 然后 然后你可以去想象 去了解 从现在 开穿这一片土地的时候 你走过 你就可以体验到他们 一步一脚印的那种 那种 那种劳累 那种心情 他们对他们的家 对他们 对他们 对他们的部落 那种努力 那种风险 你自然而然的 就会去体验他 每一片 你看到每一片的丝绑 他对你的丝绑 他取得的梦凉 你会去想象 他在工作 在击打的时候 在锯木头的时候 他在削皮的时候 或是他在托育的时候 他是为了谁 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 所以你自然会去体验 你 你的父母亲 你的祖先 他们的用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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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先回 你那里的好茶部落 新新好茶 新新好茶 这边是新好茶 下面是 我们一直在担心 我觉得 好像在活起来的感觉 活起来的 对 我的部落 我看到了这些年轻人 你看很像美女 就很认真 这些年轻人 然后 比较苦 可乐 我有听听他们的 好想回来 我说 希望你好好利用我 我现在正年轻人 给我利用好不好 我还有嫁慢的时候 我可以帮你们 我不用骂你 嗯 就像 帮 你看 我都要调研了 你不知道 你讲这个问题 嘖 好深啊 我不知道要怎么 喜喜能表达 那种期待胖 那种感觉 好 我真的 希望他们 珍惜这种 不要靠我们俩 不要靠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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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靠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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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只期盼他们 好好利用 骗我 打我 在这边都可以 就像这个石板 那种美 你努力的 这个局面对这些美男啊 年轻人这样 好期待 那种感觉 真的好像 跟爸爸的那种 在这边那个生活的感觉 这样 真的是会火猫这样 嗯 好像 嗯 那个 雷达 是不是 嗯 这个雷达是不是 会栖息那个 花光那种 嗯 很重啊 嗯 期待啊 好期待啊 嗯 以前那个老猎人带我的时候 我感动太多了 嗯 跟老猎人 我比老鼻子 还写 可是不会写文章 嗯 不会 讲话 爸 昨天同学 我跟他讲 这两个不只三哥咧 不了三哥 倒下来了 这里一哥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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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 可乐啊 美男他们呢 想买 能够 玩这个 就好 炒 发炒 不要在都市发炒 不要在拼地流失 哈哈哈 可是这几年来 真的 很感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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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章的这些人 还有现在的电子都上了 都会看到 看到这边 好像不安 所以 很多年轻人 所以 说不定他们会慢慢感动 我相信 寻着出现的脚步 传练出共同情 我悲伤的心啊 背着情感 背着出头 背着沉重的责任 你牵着拿手 你牵着思念 你牵着情感 这边 在一些帖子 码